如果我说眼前这一台宾利S1 是台狸猫换太子的狠角色 你们相信吗 马丁和大夫的定制谁强谁弱 这台定制改装的宾利S1 也能让圈内的两位大神一分高低 这次这一票我会毫不犹豫投给马丁 大家不妨看完后就知道为何了 到时候可以打在评论区 马丁花费一万两千马内 售了一台二手林肯回来 想在这台林肯的底牌上 来个狸猫换太子改装成 一台英国的豪车宾利S1 当地博物馆会将一台宾利S1 借用给马丁为期一周的时间 所以马丁想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尽量开模定制出一台属于自己的宾利S1 一切的操作就全围绕着这台二手林肯轿车 负责此次改装的则是厂里的总监萧克 萧克也是赶紧叫来车间的工人 吩咐下去将这台林肯的外观件一一拆除 工人们也是手脚马里先是将引擎盖拆除下来 随后就是整个车头的外观件 只有将其全部拆卸之后 才方便于后期的定制模块安装 此时版车也是将博物馆的宾利S1给拖入了车间 可以看到这台能停放进博物馆的宾利S1 无论是从品牌或者外观线条的设计 实在属于非常经典稀有之类型 车间的另一位设计师 也是在图纸上飞快地绘画着这台宾利S1 因为从博物馆借用的这台宾利只有一周的时间 现在要是不将车身线条牢牢地画出来 到时候时间一到送回博物馆后 连一个参照物都没有 可以看到设计师也是将这台宾利S1完美地在纸上给体现了出来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采用 这台12000马内的林肯完美改装成宾利S1 因为无论是这台林肯的外观尺寸和车架结构 都与眼前这台经典的宾利S1完全不一样 马丁则是准备先将林肯的前后外观件全部拆除 再1比1复刻出宾利S1的外观套点 直接将开模好的前后外观件 一一安装在林肯车架上即可 再找到宾利S1的原厂中网 和原厂轮毂安装上就大功告成了 定好方案后工人们首先是将 宾利S1的金属镀铬件拆卸下来 接着就是将每个车窗给保护好 因为等下会使用玻璃纤维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损害到这台宾利的风险 工人们首先是切割出适当大小的玻璃纤维 再将树枝均匀涂抹在切割好的玻璃纤维上 随后再将其轻轻停铺在宾利的每一块外观件上 最后再使用工具让其牢牢衣服在车壳上 等宾利上的玻璃纤维硬化后 这样就能完整得到整台宾利S1的模板 随后就是拆解已经成型的宾利外观件 而这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因为要是一个用力过猛没拆解好的话 一切就得回到解放前了 最终花费十来分钟的时间 才将这一块模板成功拆卸下来 可当几人将做好的外观件准备装车时 才发现这尺寸完全对不上 唯一的办法是只有将林坎的车身再次切走 这样才能完美的将宾利的外观件安装上车 接下来就是安装车尾的外观件 不出意外的事 同样是在尺寸上对不上 可以明显看到原车挡移板的位置有所偏差 而且还足足相差了四十几厘米左右 现在只能将林坎的后备箱整体切除 销克也是将要切割的地方给标注出来 随后工人就开始对整个后备箱进行切除 而这也是一个细心 要是一个没切割好 整个林坎车架都会受到总盘 将后备箱切除后 就是油箱的加油口也一并切割点 随后两人再次将玻璃纤维的外壳安装上车 可以看到经过几番切割后 现在宾利的外观件已经能与车架完美融合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后挡风玻璃处还多了几公分 还有就是车架上还要继续切除几厘米的高度 随后小哥也是用卷尺精心测量切割尺寸 定好尺寸后再将后备箱处切除 随之一同切割的还有玻璃纤维的外观点 最终再将切割好的外观件成功安装上 而今天借用来的宾利S1也即将归回 马丁也是想趁着这个时间 好好对比一下两台车的整体细节 马丁先是测量引擎带倾斜的角度 因为要是现在不测量好的话 等车还回博物馆了 那还真是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了 还有就是这台宾利的外观线条太经典了 马丁也是叫来工人们务必要1比1复刻出来 外观现在基本上是复刻出来 但是一些小细节 还得需要工人们丰富的经验才能完善 就比如这后备箱脚链尺寸完全不一样 只能用切割机进行切除 然后再重新制作一个新的脚链安装上去 安装好后整个后备箱就能完美地开合了 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将全车的车漆喷涂好 还有就是最后的收尾工具 而这安装的前中网和金属布格箭 都是马丁花费极大的代价才逃回的原厂 现在这台林肯已经完美蜕变成了一台冰利S1 此时刚从外面回来的马丁还毫不知情 女儿也是赶紧叫住马丁 准备给马丁一个惊喜 随即就带着马丁来到了车间的另一边 当女儿和设计师将棚布拉开的那一刻 一台经典的冰利S1完美呈现在几人眼前 这样一台12000马内改装而成的冰利S1 简直不要太像 这改装后的气场直接甩了林肯几条街 这样一台离冒幻太子的冰利你们喜欢吗 要是这样一台车开在街上 你还能认出这是一台林肯车吗 不管是前脸的造型和细节 可以说语言场兵力丝毫不差 你们觉得马丁和大夫谁胜一筹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